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谢谢啊 谢谢 怎么了 我上班呢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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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到处要来干吗呀 我妈又要给你挂一号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就说这样不行吧 你先转过去 别让人看见 当初你非要说我怀孕了 你说今天我要是去了医院 咱俩怎么收场 那不说你怀孕了没别的办法 也不能让咱俩领证啊 是 按你这逻辑是正式领了 可是后患无穷啊 我上哪边给孩子去啊 能拖多久拖多久的 越拖越麻烦这事 我今天我就不应该听你的 我就应该去医院跟你妈说清楚 你说这么骗着是个办法吗 她早晚也会知道的呀 到时候盖不住了 还说是我创造着你呢 有多大的雷 我给你顶着啊 我给你顶着 你别的站着我上班去 不说 今天晚上奶奶寿宴 下班我来接你啊 行了 刚才啊 韦强他们院的朱院长啊 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 说一定要跟老太太说一声 他们院啊今天突发的状况 必须派人去海南 这不是朱院长也信不着别人吗 只能信着咱家伟强 她是上海南了 我今儿在医院好像还看见她了呢 她怎么现在在海南了 什么时候啊 嫂子 今儿上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太太 没烫着吧 妈 怎么样啊 没事吧 真的 intuitive 不是做什么 韦弄人 她是扶 sor主 什么 rebus 好 慧强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我就想自己待几天 我都找你两天了 有什么事回家说不行吗 我们是一家人共同面对 我真的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一个人待几天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没病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 我说不清楚 那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呢 家你不要了 你演月亮与流便室呢 你回去吧 你不要再管我了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你是我丈夫 你干什么呀 你能不能让我闯口气 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儿待几天 是不是因为周琴 跟他没有关系 如果是的话 你就实话实说吧 我有心理准备 我说了 跟他没有关系 那那二十万花哪儿去了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学校里那些风云风云 我早就听过了 我说了多少遍了 跟他没有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又是谁 还有谁 为什么一定要有个谁 你是大学教授 有很好的工作 有房子 有车子 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大儿子 我知道你有什么不满意 因为这些你都不想要 你想要的是那个情人 我们离婚吧 岁月 妈 醒了啊 这是哪儿啊 你在医院呢 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躺着啊 您把药给吃错了 医生给您洗过胃了 什么什么 妈 你要把你妈接过来 就你现在还挂房顶上呢 你让老太太来 怎么做咱们家 刚才这个医生说的话 我们真的挺清楚了 他说的可能二十四小时 都要有人陪护了 那谁 伟强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他有事忙 然后你们这工作都很忙了 我准备把妈接我们那儿去了 对 那个 我们家呢 那个情况是这样 到时候让 让妈呢 就睡我那下铺 我睡上铺 然后呢 你这不是二十四小时吗 你就先退休了 你哥现在啊 到不了那个退休的年龄 不让退 必须搞内退 他这要内退 就是损失点钱吧 但无所谓了 咱们现在照顾老人最重要 这钱没有那么重要 行 大嫂 妈出院以后 我来照顾 反正这么多年 我也没好好陪过 妈没经过校 这次我来照顾 不行不行 现在妈这个情况啊 本来就开始忘事了 再换一个陌生的环境 那不是病情越来越加重了吗 就在我这儿吧 好不好 你你你别的了 你那个春梅 你那个忙 你事多 你怎么我都答应为家了 你是答应为家 我答应为家 咱现在不聊这行不行 你答应谁不答应谁 现在是怎么对妈好 刚才春梅说的这个非常好 老年人确实不能老挪窝 真的 我告诉你 轻易挪窝都折瘦 真不能乱挪 那那边灯光啊 各方面 他家庭讨厌 到时候需要人的时候 随时给我打电话 对 我们都在 大哥 你放心吧 没事 我来安排 就是太好了这个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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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睡了吗 没睡呢吧 没呢 那个啥 门太锁了 行了行了 没事了 你们不用起来开门 就 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啥样啊 你那检查还得做 你知道这怀孕初期啊 这个检查太重要了 你这血里边 缺不缺微量元素 是不是 胎儿是不是发育的正常 你自己身体有没有毛病 因为万一你要是哪方面不合格 必须得提早发现 才能阻止它蔓延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你这个检查 特别重要 妈再给你挂个号好不好 给你挂个专家号 妈 您别操心了 什么 我说那个 您别操心了 妈 那个 妈 那个什么 我们跟你说 什么 我就别操心了 还是 好 拜拜 拜拜 如果 你只是停泊 为何 要付出太多 像风 无情地吹过 我 不甘好吗 不甘好吗 如果 你在乎着我 为何 有多开了我 米小姐 你的包 不好意思 谢谢 你出现以后 我才懂温柔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开车卖点 在北京路口 冰冷的地中 仿佛就像是童话般虚弓 你离开以后 我失去所有 偏偏回忆 还保留 媳妇你赶紧吃点 这都几点了 吃完咱俩赶紧回家了 我不敢回去 你妈今天早上那个样子 太吓人了 我回去怎么面对她呀 我 你别生气了 你生气了 不是 不是 你你你听听你妈 今天早上说的那叫什么话呀 联合一个外人 我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在你们家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她把我当一个外人 她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 行 之前以为我怀孕了 就就对我百般呵护 现在知道没孩子了 翻脸就不认人 真的 我就是你们家传宗非戴的工具人 我不是那意思 就是这么个人 你要是这么想你确实想多了 你明知道你妈态度那么坚决 那我们就先不结婚啊 我可以等到你妈完全接受我的时候 我们再结婚 对不对 我不着急的 那我着急呀媳妇 那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 我不把你娶回家 别人把你娶回家怎么办 让开 别碰我 别碰我 我心里我还不能碰 你别碰我 滚 ま abnorm 行 我滚了 我滚啊 滚 快 快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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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安 晚安 jun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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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您正好过来 有个事我正好问您一下 倪教授休长假 您知道吗 刚知道 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师母 您是她太太呀 是啊 做了这么久突然就放弃 是很可惜的 但是我觉得呢 她想放弃的 可能不仅仅是工作吧 你觉得呢 师母 您的意思是 倪教授休假 是因为我 如果是因为院里的那些流言蜚语 您大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管什么样的流言蜚语 其实我都是不在乎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那您既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 那您今天来找我 是为什么呢 因为要拯救她 拯救你围墙 你要跟我一起 还有事吗 再等拥无反馈啊 我为了做好这个咖啡 昨天研究了一宿 你尝一下怎么样 不错 有进步 其实我给这咖啡也起了个名 它的名字叫放下 那天叫释怀 今天只有叫放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别的意思 放下不是思考者 前两年第八期的那期节目的主题吗 我记得那期 你特意请了近北大学的赵教授 我特喜欢那期 你看了 每期都看 三年前你来我们学校采访之后 我就成了思考者的死忠粉了 每周六晚上八点准时守候 我可不信 不信 行 你上去吧 奶奶怎么样 奶奶挺好的 出院了 那我爸呢 他回来了没 不用管他 他好得很 你呢 你怎么样 还关心我呀 妈妈呀 最在乎的人就是你 你给我好好的 我就一切可以 你实话告诉我 您俩是不是有事 什么事 你们俩是不是要离婚 芬姨这手艺不错 不错呢 反正 真是 那个 再来一个 芬姨别忙碌 我赶紧做吃饭吧 对了 芬姨和妹夫 在京北买房了没有 京北房那么贵 难买得起啊 那你得帮她一把 今天啊 我们正好问了一朋友 那朋友怎么说来着 我那朋友说啊 咱这房子啊 老是老了点 但是呢 贵在它地段好 现在这个市场呢 能值个八十来万 芬姨吃菜 你给芬姨吃菜 不用 我自己来 不用不用 来 芬姨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 咱就按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 对吧 这房子一匹三份 您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哥俩现在 给您三十万 我吃点亏 然后呢咱这家就算是分完了 您要是不同意也行 那么您现在拿出来个 五十五万给我们 然后这房子呢 就改成您一个人的名字 从此之后咱们互不相欠了 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要卖房子 书刚一走就要赶我妈走是吗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没说现在要赶你妈走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 就是 小白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啊 月儿 都是一家人 有话好好说 对呀 你说红月儿 你说你一个女孩的家家是吧 你能不能别一说话 就吹呼赠眼的呀 不是 我什么时候说 要赶分一走了 我告诉你们 这房子没有我妈同意 谁也别想办 有本事上法院告去 你说老提什么法院呢 那老话说得好 家丑不可以问呀 你老上法院 你不嫌丢人哪 我去跟那个研究生聊过了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他答应我 会撤回那封命信 你跑到我们学校去问那个学生去了 为什么呀 你凭什么背着我 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呢 那不是因为你解决不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解决呢 也许我根本就不想解决啊 不是 月儿 你为什么不想解决呢 你为此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然后你就能轻易地 轻易地放弃 对吗 郑郑美 我告诉你啊 你管我的吃喝拉撒 管我的一时住行可以 没有问题我能忍受 你现在把出销 已经伸到我的学校里了 我学校的院长 是你的眼线 我课题组的周间是你的朋友 现在要管我的学生 你问这问那的 你是不是当我是个巨婴啊 我离开你 是不是一分钟都过不下去 离开你 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有些问题你就是解决不了好吗 你现在不是吗 你不是被你的研究生 就很轻易地打败了吗 我是你的妻子好吗 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 你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你放过我行不行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还热搜前十呢 好 一点也不意外啊 这不就是我们节目停播的原因吗 不管是热播也好 停播也罢 这都是市场需求 顺应市场的变化吧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何志超 不客气 那个 你晚上有时间吗 有 有 有时间 来 好 作为节目的制片人 就当感谢你这个忠实的粉丝 我请你吃顿饭吧 行 嫂子 这个大家长 恐怕我也当不了几天了 你这话是 你这话是 我跟伟强就要离婚了 什么 什么 二嫂 你跟我二哥不至于的吧 春梅啊 就别开这种玩笑啊 那可不能 可不能离婚 你外面有了是怎么样的 不是 你这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我就说她干吗提离婚呢 是伟强强跟我离的 她 这混蛋 这 伟强怎么 快给妈拿药 蒋鸭片 蒋鸭药 蒋鸭药 赶紧给妈倒杯温水啊 这 我都听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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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们思考者 的确是最后一切了 安慰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会说 说了也没什么意义 我们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 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 姐 综艺部 新闻部 在线电视那边 我全都打过招呼了 放心啊 最后这一期节目 嘉宾给我重新请 我们好好想内容 好好想宣传点 最后一期节目 争取做个完美的收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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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挺准时啊 我不准时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走吧 等等 进去之前 你先看看这个 只要能办手续 那个我什么都没要 不用看 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只是递交离婚申请 要等三十天以后 才能正式办手续 这叫离婚冷静期 冷静好了呢 咱们就回家过日子 冷静不好 再来领离婚证 这是新的规定吗 要三十天 你这么着急离婚 我们都不好好读对婚姻法呀 都不好好读对婚姻法呀 您坐上 你说 我 我们俩刚去民政局了 然后把那个离婚的申请书 给交上去了 现在新的规定说是三十天之后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这个婚就算真的离了 离了 嗯 就离婚了 没有 她说三十天之后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就算正式离了 交到哪儿了 民政局 我去给她拿回来 妈 妈 你听我 我 我去给她拿回来 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您冷静一点好吗 您坐下 坐下 坐下 那你去拿回来 不离婚 妈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我们 我们 这就散了 你离婚了 春梅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孙子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告诉娘 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 我都给春梅 好吗 你 你呢 你呢 你重要吗 您不用管我 我哪儿都可以 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我呢